各位網友,大家知道,投資的東西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間資產管理公司 有兩個情況,第一,如果有一個資產是很多人都看好的話 你是不能夠沒有的,否則這東西升了,你怎樣向客交 但是有些資產你不可以有的,因爲它太過風險大 如果你有,客人會問你為何要買這東西,你明知道這麽嚴重 現在這個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只要這樣說 Bitcoin是由你買了你要向客交代,變成你不買可能要向客交代 中國股票就由你不買,一定要向客解釋 變成你持有,你要向客解釋 你也知道美國媒體不停去作出這些研究 就覺得中國股票大勢已去 好了,這個魚子賬是抵到不幸的了 早一個星期,紫山就拿了一些魚子醬來,這個是我們放下給同事吃的 一生未吃過這麽好吃的東西 一點都不腥的,我告訴你,好吃到不得了 這個不鹹,還有這個很健康,很有益 Omega3,石製片的西裏有這個東西 質地很柔軟細滑的,口感非常清爽,全天然產品 人家就賣1,000多元,最有限賣1,200元,你上網看看 我們一來就賣900元,再特價780元,再8折624元 再送你家,其實要150元,即是470多元,然後再送一瓶意大利金裝氣泡酒給你,買一盒送30mm 30mm,就夠兩個人吃就很多,三四個人吃,大家試一下,非常好的 最好送氣泡酒,一瓶65元,如果你買兩盒送到750ml,190元給你 兩盒,即是每盒再減90多元,是不是抵到不限呢 Bunberg近日注意到,這是Bunberg的報道,多年的慘重損失,結果得到什麽結果呢? 人們不敢再持有中國股票,大量減持,而全球最大的基金都撤出充滿風險的中國市場 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即是覺得中國的風險太大了,於是Bunberg對14家資產超過5億美金 而且投資在中資股份的美國養老基金的持倉報告進行分析 自從2020年來,大部份的養老基金都減持了中國股票 這些養老基金就是所謂long的股票,長期投資股票和hedge fund不同 他們一買了就是長期持有的,這些是很重要的,對於股市的穩定而言 加州最大的養老基金投資公司,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 和紐約共同退休基金,連續三年削減對中國市場的投資 大家看看,有些基金完全退出中國市場 去年12月,美國勒蘇里州雇員的退休系統 要求完全撤回目前在中國所有的投資 因為風險太大,以及政治不正確 一個月前,美國聯邦退休儲備基金委員會都表示 除了中國之外,還會剔除他高達680億美金的國際基金 對香港市場的投資,香港股票都沒有了 我們看看,這幾年,2021,2023,這個最嚴重了 加州公共僱員基金,是由20多億美金,跌到只有多少 1、2億,減光了,這個不是持有很多的,紐約都有70、80億美金 跌到沒有,威斯康真將會沒有,學校教師退休基金 也減少很多,報道說主流基金的退出 最初只是業績使然,什麽叫做業績使然呢 就因爲他覺得你的收入不夠好,所以減持一部份 但是後來就開始不是了 是對北京長期經濟問題產生懷疑 以前覺得北京的經濟會一直向好,現在再沒有這個看法 中國房地產行業,級級可危,是不是會牽涉到其他東西呢 還有,這個地緣政治的風險,美中戰略競爭 多種因素的考慮,現在變成結構性改變 這幾個因素加起來,於是就產生了認知的徹底改變 認知的徹底改變就是這樣,大家有一個共識 中國股票不能開,長期輸的,一達到這個共識 如果誰敢開,你真的會輸,那些客人問你 人家都不開中國股票,你爲什麽會開呢 沒有人,沒有基金經理敢冒這個險 去到去年12月,這個最重要的 摩根史丹利國際資本,MSCI 新興市場指數,中國的權重跌到23.77 不夠四分之一 最多的時候中國佔到超過一半 這個在所有新興市場裏面,中國以前是永遠佔一半以上 現在跌到23點幾 這個是中國股市2018年加入MSCI指數以來 最低的 好了,在亞太指數裏面,亞太指數 包括了一些發達國家,不是新興國家,日本在外 這個比重是15%,2020年的時候是24%,現在跌到15%,跌了很多 跌了超過三分之一 大家看看,這個就是中國資金的比重 中國資金的絕對亞 是由將近1萬億跌到6000億 這個是6000億 這個是排除中國基金 就是說我買了新興市場所有的股票 不買中國 急劇性 排除中國基金 一個總部位於倫敦的智庫 去年對100間養老金 100間養老金 和主權財富管理公司 這個,主權財富公司很有錢 世界上最有錢的當然就是挪威 然後沙地阿拉伯,阿聯酋這些 新加坡淡馬錫這些 100間,沒有一間對中國看好的 也沒有一間認為投資中國的回復比較好 大家看看 這個是十年的歷史 十年前如果我們將它設定在零那一刻 十年後得到的結果是怎樣 哦 這個最厲害了 納斯達克指數 是399.85% 升了400% 第二 Standard and Poor 162% 如果你買中國股票 到現在 跌了42% 我問你是否糟糕 持續10年 跌了42% 曾經升過的 升過一倍 然後就跌 好了 歷史上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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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Ratio 就是給多少倍 盈利 最高那一刻 在這裡平均 我們平均 一個正常的股市 12-3倍是對的 P.E. Ratio 是 你看好的一刻 你可以給高一些 因為疫情期間他們看好一些 去到18% 這個 這個 M.S.C.I.的 中國 ETF的追蹤指數 現在跌到 4.5% 左右 4.5倍 P.E. Ratio 這個是極低的 如果給你的P.E. Ratio 價格盈利比率 是少過10倍 對你的公司的前途是極不看好的 這個是整個中國股市的看法 基金經理說 中國和美國和歐洲那種緊張關係 就是國家增強對私營企業的控制 以及經濟衰退通縮的風險 已經令到中國沒有了吸引力 資金投資到其他的市場 好了 我都說了 中國佔了新興市場 永遠超過一半 結果 2020年底 開始到今天 投資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的錢 每年的ETF 是由1.64億美金 增加到88億美金 升了5倍 凌駕了中國 中國跌到只有80% 大家看看 是有多少隻不排除中國的基金 這個是基金數目 一直激增 買所有新興市場 賣賣中國 路透社說 中國大型資產管理公司 這間是中國公司 Harvest Capital 不再設境外辦公室 香港子公司 就是 炒了三份一職員 因為 它不需要在香港設立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來吸引外資 因為吸引不到外資 香港不是很多人 40人 是家實基金主要的境外業務 主要是香港吸引外資 現在 外資的興趣減弱 今次裁員 是外資沽潔的情況下發生 現在關閉大部分在香港和歐洲注冊的零售基金 不再做了 只保留 面對中國客戶 即是中國客戶投資 他就幫你去境外投資 做這些 另外一個知情人士說 這是Harvest的戰略佈置一部分 將大部分香港的職能將會放在北京 這是第一個大規模的中國基金在香港的裁員 加實逐步關閉在香港和歐洲注冊的基金 加實管理公司1999年成立 是中國最早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在公務基金中排名第六 這樣也很大 大家知道 公務基金是超過某個人數 私募基金是少過某個人數 以及投資者有嚴格的資格限制 加實管理資產公司規模 超過14,500億人民幣 中國的公務基金是有十幾萬億人民幣 十幾二十萬億人民幣 他佔了14,000多億 累計服務 1萬間機構投資者 和1.6億個個人投資者 每個1.6億 每個都有一萬元 他在中國賣一些基金 本來是哈佛西 國際金融協會說 外資去年減持中國的股債 一年減了822億美金 只是12月 在股票抽走了34億美金 那個月在流入去買債券的2億美金 是第二次有單月流入債券市場 其他十個月都是抽錢走 但是加上股票都是抽34億美金 還有一件壞消息 就是截止1月11日 中國近一年 有250隻基金排隊退場 為什麼要退場呢? 這些基金 如果管理的資產少於5000萬人民幣 因為那些人 Mutual Fund是可以熟悉的 一直熟悉你就要賣股票給他 你的錢就越來越少了 是觸發合同終止條款 超過一半基金 因為 縮到某個程度 你就要離開了 少於某個人數 少於某個錢 觸發合同終止條款 如果資產正值 連續一段時間 低於5000萬人民幣 或者不夠200人買 就要退場 2024年 今年而已 只有10日 12、13日 20隻基金 法警部要離場了 連續低於5000萬的提示性公佈 其中權益類基金的數量不在少數 什麼? 其實這些就是ETF權益類基金 有些仍然成立不夠一年就要倒閉了 根據WIN的數據 全個市場 中國市場 有11,512檔基金 規模低於5000萬的有多少呢? 如果再持續就要倒閉了 1,279隻 超過一成 11% 將近10.5% 近來市場震盪 那些基金收益不佳 於是人們就熟悉了 於是越來越多基金觸及清盤線 除了業績表現 清盤還要考慮 是不是你的投資組合 是和你開始設定的配置比率 放多少錢在這裏 放多少錢在哪裏 那裏對不對 如果你調整不到對 因為有些股票你賣不到出去 這樣也要走 持續行銷 還不可以跟上 你還有沒有人買你的基金呢? 很多基金產品 調整基金佔有率 正值精度的公佈 要調節 我現在的百分比要改變了 看看有沒有人反對 因為太多人熟悉 你沒辦法照原本的比例投資 中國基金開春以來持續走遠 和世界各地投資人轉向亞洲和全球市場 比較前景好的市場 尤其是日本 真的十年風水輪流轉 日本已經成功擺脫了通宿 日經225隻指數 東京證券交易所 創下1990年最高的水平 未破歷史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日本交易商 日本的股票上升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貶值 貶值 你用日元去買 這樣就虧了一本 不是的 你用美金去借日元 然後用日元去買 這樣股票升值 你就賺了 明白嗎 明白嗎 你沒有匯兌風險 而其實日本股票升值 除了貶值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它的管治好很多 過去十年 日本公司的盈利表現和管理效率好很多 派息 earning相當高 派息相當高 所以這個不是泡沫 會派多些紅利 日經225指數和東正指數 開春以來1月到現在升了5% 護森300 跌了4.3% 又差了10% 大家看看日經平均指數 再飆上去 35,000多點 東京證券指數厲害了 由2023年 升到現在2,494 2,000升了25% 我們看看這隻 是由27,000左右 升到35,000 27,000升到35,000 一年升了30多% 這一年升了32% 好了 反過來我們看看 2023年到現在 上證指數 我們最熟悉這隻 最高的時候去到3,400 開始的時候3,200多 大家都覺得3,000點是勞不可破的 誰不知這次一跌下來3,000點 我都完全猜不到 我以為它會反彈 咬回到3,000上面 竟然不上回到3,000上面 再破2,900給你看看 2,881點 香港在16,000點邊緣 是否會跌破呢 如果外資基金繼續減持 是肯定跌破的 好了 中國共同基金發行 追蹤日本指數的 五檔 ETF 很受歡迎 這些基金 上個星期五 到現在升了6.3% 超過日經的升幅 即是如何? 它有一個Premium 很少買ETF有一個Premium 已經有15.4億人民幣 中國人去買這些日本基金 最大的華夏日經2.25 星期四的交易量 是5.36億人民幣 創歷史新高 是去年的10倍 大家看看 日本ETF的Trading 這是0來講 這是日本基金的Trading 好了 華夏基金 日價率 ETF沒理由有日價的 至少1-2%的Factuation而已 因為人們急於去追捧 寧願貴一些都賣 14-4-31 規模5億多 3億多 4億多 1億多 這隻最小 這些全部有幾%Premium DNA給Premium都去買日本的ETF 可以追捧到什麼程度 華夏基金管理局要出Notice 你留心 價錢太高了 高於持有的股票很多 這真的叫做十年風水論流轉 因為一旦被人踩下去下游 是更難翻身的 在中國投資中國的資產 如果中國政府正面地面對它的結構性問題 包括龐大的債務和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是L型下跌 一級級一級級 好嗎? 這段講到這裡 過龍曆年有金收到 是不是好笑頭呢? 你最好把馬仔放上去 就叫馬上有金 你知道嗎? 台中茂谷金 每年一月尾才收成 一年一支收割 短期內送給你 新鮮才最好吃的 一定要空聞 這種金 顏色鮮明光澤 果皮薄 味道清甜 果肉飽滿多汁 隔著皮 都聞不到金的味道 人民超市1月1日 在網上及門市開始預售 售完即止 一箱禮合裝3公斤 大約15個 送禮自用都非常大看 原價338元 預售特價268元 這些我永遠查過 我們一定是最便宜最低的 還不只購買 凡是購買一盒某穀金 送大煮系列的紅燒吉品包 一罐4粒 價值69元 是不是很划算呢? 268元 再送一個紅燒吉品包給你 香港製造沒有添加 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兩樣都齊 包你有金汁 是不是好笑頭呢? 大家快點如透了